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的《讀經》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節 和《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至十六節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節 人指來,惟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至十六節 我的廢虎是你所做的 我在武福中,你已福備我 我要清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惟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心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 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我未承認的體質,你的眼祖意看見了 你鎖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 今天的訊息是我正尋找你 有請華牧師 多謝劉大卿為我們讀出今天的經文 也多謝Judy帶領我們去討告 也多謝Tony和Sinthia帶領我們敬拜神 各位早上,很高興和大家又分享神的說話 大家看到福徒和剛才我們各個弟兄說的聖誕節 這次是孩子有機會和大家在這個教會第一次過聖誕節 無論是第一次還是多少次都好 我相信每個聖誕節都是很特別、很有意思 當提到聖誕節 我們大家都很容易回答出 如果有人問為何要過聖誕節?聖誕節是甚麼? 我們來到教會很容易就說聖誕節是慶祝 聖誕節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 但有一次在教會裏有一個新來的小朋友 聽到這句說話聖誕節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 先生和主教學老師說 不是啊,不是慶祝聖誕老人誕生的嗎? 這樣是難怪的 一來他是新來的,來教會的 以來,坦白說,我們這個小朋友在社會裏面 或者外面的,甚至乎學校的 通常看到聖誕節的主角是誰?聖誕老人 所以潛意識裏面就覺得聖誕節不是慶祝聖誕老人誕生的嗎? 然後當然,主教學老師就希望他明白 聖誕節是跟耶穌基督誕生有關的 那小朋友又問了 耶穌基督誕生? 那跟我們誕生有甚麼分別? 為甚麼我們要跟祂慶祝呢? 他問,其實是很對的 我們當然也會好解釋 耶穌基督在馬祖誕生 謙卑,祂的時間地點都有一些神的意思 但其實想生一層 耶穌基督誕生跟我們 又不是很大的分別 你馬上說,牧師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的意思呢 耶穌基督誕生 都是由媽媽那裏生出來的 是嗎? 同時耶穌基督誕生 一出生 是甚麼? 一個寶寶 跟我們自己出生 跟我們的子女出生 都是一樣 要靠父母去照顧的 是嗎? 好像聽來真的沒甚麼分別 還有耶穌基督出生 他這個寶寶 不是馬上講道的 不會講道,不會治病的 是嗎? 似乎耶穌基督出生的時候 好像跟我們都沒有甚麼大態的分別 當然,主學的老師 當然不會這樣解釋 他說耶穌基督不同的 剛才Judy在祈禱當中提過一段經文 甚麼? 一有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賊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們在教會內的 當然每個稱呼都很留意 小朋友說,我明白了 他是很特別的 他是一個君王 即是統治我們過維多利亞日差不多了 坦白說 我們有時過維多利亞日 都是差不多心態的 為甚麼過呢? 不知道 總之是跟一個維多利亞的女王有關 跟我們這個國家有甚麼關係? 不要緊 過節就可以了 有假放就可以了 小朋友說是君王 他總之是很尊重的 沒問題 最緊現在有放假就可以了 那我們又會馬上解釋 不是,不是,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耶穌基督在天上是滿有榮耀的 哥羅西書說 因為他本性一切封性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 然後我們再假釋 他不僅是天上滿有榮耀的 然後用了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經文 他是甚麼? 很謙卑 他本來有神的形象 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平等的地位 本來和神一樣這麼尊貴 但他願意倒空自己謙卑來到這個世界 以一個奴博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然後小朋友說 我又明白了 是不是像乾隆下江南一樣 他離開皇宮來到這個世界玩一下 吃東西 看看江南有甚麼美景 我明白了 我們說當然不是 我們都明白的 耶穌基督由天上降臨來到這個世界 當然不是來到這個人間裏面去玩一下 吃東西 叫做看察民情 但是我們也要想一下 為甚麼他要來到這個世界呢? 為甚麼他要親身來到這個世界 放棄了天上的榮耀來到這個世界呢? 既然不是來看察民情 既然不是來去吃東西 他為甚麼要來到這個世界呢?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兩段經文 剛才很感謝劉大兄為我們讀出的 而我們的題目 《我正尋找你》 而這個是我們聖誕系列的第二部分 《我正尋找你》 就來自剛才《路加福音》那段經文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原來耶穌說得很清楚 他不是微服出巡來做甚麼 吃東西看察民情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目的 他是要找人 但是找誰呢? 找誰呢? 耶穌基督要來到這個世界 是找誰呢? 然後一個問題 或者我們自己要問一下 是否找我呢? 是否找你呢? 坦白說,耶穌基督可以很尊貴 坦白說,他來到這個世界是要找人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 他找的人不是你的 他就算做多少奇妙的事 都跟我們好像沒有甚麼關係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當耶穌的目的就是要來到這個世界找人 然後我們要問一下 是否找我 是否找你 而耶穌說要找的人是失喪的人 然後我們又要問一下自己 我們是否一個失喪的人 如果這兩個問題 我們自己心裏都立刻否認的話 因為耶穌基督所做的一切 他很威、他很厲害 就是跟我們沒有甚麼關係 我們在座座當中 有些人來自不同的地方 由新來移民 有些人來了很久 我不知道大家來的原居地 有沒有一些事是原居地 沒有得做 來加拿大是有得做的 可能當我自己來香港 我們在香港就沒有機會玩滑雪的了 現在冬天 如果大家來到加拿大 起碼都玩了一、兩次 我就只玩了一、兩次 都叫做 告訴別人我來了加拿大 玩過一、兩次 除了玩滑雪特別之外 原來在夏天來說 有些事在你們原居地 我相信 譬如香港是沒得玩的 沒得看的 是甚麼呢 是一幅圖 大家看到是甚麼 是粟米田 是嗎 大家告訴你 是很近的 向著北面 駕駛十多分鐘、二十分鐘 其實就有很多這些粟米田 或者蘋果園 諸如此類 原來夏天你們可以去粟米田 摘一下粟米 很新鮮 也可以在裡面走 但我給大家看這幅圖 其實你看到這個粟米田裡面 是否有很多路 這個路好像我們自己人生的路 你覺得都很康莊 很清潔 有一條路好像很清楚 兩邊又很平靜 就好像我們自己人生一樣 走自己的路 覺得都沒有甚麼問題 所以我不是一個迷失的人 為甚麼這麼說呢 當我們在走這條路 以為自己在走一條很按著自己的心意 很開心、很平靜、很平安的路的時候 神說我們不是 因為從神的角度來看 原來我們在走一個甚麼 迷宮 沒錯 在我們自己眼前的路好像很清楚 但是神說 不是啊 你們是在走一個迷宮當中 你說走一個甚麼的迷宮呢 有段經文大家都很熟悉 或者聽過 也和大家分享 以錯話書五十三章五節六節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沙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益醫治 這些是在說耶穌 他來這個世界尋找我們 更加承擔我們的罪 但是接著第六節 更加讓我們看到 神看我們是甚麼 我們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幾路 我們好像羊那樣 以為自己走一條對的路 正確的路 對的路 但是在神眼中 我們是迷失 那迷失是甚麼呢 原來第一樣的迷失在哪裡 在我們的罪孽 在我們的罪當中 耶穌說 使我們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我們有甚麼罪呢 聖經裡面有一段的經文 大家可能都熟悉羅馬書 一大串的 裝滿了各樣的不義 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疾度 兇殺、憎勁、鬼詐、毒行 又是潛毀的、背後說人的 怨恨神的、悔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 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弱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我停一停這裡 可能未必我們一個人都犯了所有事情 但可能當中我們自己都有一些 甚至乎現在的社會覺得 就算我都犯了都沒甚麼所謂 因為這是生存之道 沒想過在神眼中 我們就是迷失這種罪的當中 三十二甚至乎在神眼中 有些人其實是知道的 是不對的 他明明知道神有一天會審判 這個神的審判 你不要說是聖經說這麼簡單 我們中國人都有這個觀念 人在做 誰在看? 天在看 原來中國人的觀念當中 其實是人所做的一切的事 是被監察 最終會被審判 但是聖經也好 神也好 神也好 有智慧 聖經也說得出來 當我們迷失這個罪的時候 我們否認 不相信 不接受 甚至乎去到一個極點 你見到 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 還喜歡別人去行 一起吧 自己迷失 否認 掩耳道力 掩著良心 繼續做 當沒事 然後反應還要說 一起去做 一起去犯罪 當然他不會說一起去犯罪 一起去藉著這幾方面 要生存 得到更多 而這方面去到極點 是怎樣呢? 而蔡夏書也讓我們看到 五十九章就是七節 他們的腳奔跑行糊 他們急速流無辜人的血 意念都是罪孽 所經過的路都荒涼毀滅 可以說戰爭就是最高峰 戰爭大家這兩年可能已經看到 電視新聞 戰爭可能過了幾十年 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我們今天已經過了很多年 有時我們都忘記了戰爭的可怕 甚至乎很享受一些戰爭的遊戲 因為對於玩的人來說 戰爭就是兩班人 你射我我射你這麼簡單 但是在真正的戰爭裡面 絕對不是這樣 在真正的戰爭裡面 人的罪性是完全顯露出來 完全是會活出來 因為只要拿著把槍 就沒有人可以去控制它 在這樣的環境 心中所有罪 所有不好的東西 完全沒有限制去活出來 所以在戰爭裡面的可怕 是超出我們能夠可以想像 一個好的人 平時好的人 平時是守法的人 甚至乎在戰爭當中 都變成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因為沒有了規則 沒有了管制 所以不要輕看戰爭 戰爭的破壞 戰爭所帶來人性的悲傷痛苦 不是只有兩班人 你射我我射你這麼簡單 剛才說的那些罪 是可以說完全是在罪 在戰爭當中顯露出來 甚至乎是一百倍一千倍 近來大家聽的這場戰爭發生的事情 我們自己中國人聽到的戰爭 都是不是兩班人 你射我我射你這麼簡單 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 如果我們說聖誕節 慶祝耶穌基督誕生 他說我是來這個世界尋找人 他不是來這個世界 去享樂微服出巡來吃東西 因為人是迷失 迷失在罪那裡 其實人不僅是迷失在罪的當中 人可以迷失在很多東西 這裡我不可以一次過 逐個講一篇 但是人可以迷失過去 不敢活出來 不敢向前行 人可以迷失在工作 以為工作就能給我們一切 我們需要的東西 忘記了家庭 忘記了朋友 忘記了親情 甚至乎我們可以是忘記 我們迷失於家庭的 因為在家庭當中 我們付出一切 當我們得不到我們 應該想著的欣賞和愛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家庭以外 尋找他們需要的東西 不惜一切破壞本來美好的家庭 社會 有些人在社會裏尋求認同 但是去到哪個地方 都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令他們覺得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社會也都令我們迷失 最後 這些一切的東西都是迷失的 不如就躲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不管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在自己的世界 在自己的整個空間裏面而活 不管這個世界 但是慢慢都覺得很空虛 因為在自己的世界 有時候都不認識自己 用這個圖像去表達 人本來有自己人生的目標 有意義 希望向著那個方向 但是就因著剛才我們所說的事情 各種的罪 各種的過去 各種的事情 令我們離開 我們本來應該走的那條路 本來應該去的方向 我們是迷失了 但是我們的神 看到我們迷失的話 他就說我一定要做些事情 他講的一句話 大家可能都聽過 也都熟悉的 《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六節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 每日能到父那裡去 我們也都用這句經文解釋 得救只有一個方法 當然 這個是我們最應該明白 但是同時可以這樣說 就是因為耶穌 他唯一的方法帶我們去神那裡 當我們迷失的時候 我們想走回我們人生應該正確的那條路的時候 其實 是要透過耶穌 一切 因為無論我們迷失在哪個方向都行 我們其實透過耶穌 是可以去回我們人生應該走的路 而這條路去哪裡 神說 耶穌說 是去父神那裡 可能你說 等等 我不是那麼宗教性的 多謝耶穌帶回我們人生的路 去回好的方向 對 但是 未那麼宗教性 所謂熟靈性 我未去到神那裡 但兄姐妹 其實耶穌是很有意思 他說 我們經過他去回父神那裡 不是單單去天家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的父神 是我們一切人生的意義目標的根源 為什麼這麼說呢 家庭裡面我們追求的什麼 是愛 愛的根源是誰 是神 我們工作尋求是豐盛的生命 誰比我們更豐盛的生命 是神 如果人生裡面我們追求是平安的話 誰比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 又是神 所以 想心一層 我們在人生裡面追求的東西 其實歸根究底 其實一切的根源 都是我們的父神那裡 不是單單上去天家 跟神說個Hi 當我們人生裡面 如果認識耶穌基督 走在祂帶領我們的路 認識神的時候 我們一切需要的東西 其實 神是慢慢引導 而且得到更加豐盛 更加豐盛 甚至乎 可以這麼說 神可以讓一個哈馬斯的人 都會找到真正的意義 近來哈馬斯這個名字 很不幸地很出名 剛剛今期 天是深 他就說哈馬斯創白人的長子 認識耶穌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幾本在外面 神是尋找不單止以色列人 不單止我們中國人 不單止其他國家的人 連哈馬斯這些 那麼敵對以色列人 神都可以尋找 這個是我們的神 因為祂見到人迷失 祂要來這個世界去尋找我們 但是接著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祂可以來尋找 祂可以不需要親身來尋找 祂大把手下 是吧 先知又有 天使更多 逐個 每一個天使逐個逐個找你 神是誰 就行了 用不著堅定自己 親身來這個世界 但是去尋找你和我呢 莫非那些天使不做得 莫非那些先知不夠 如果神願意的 多少先知都可以呼召出來 但是神說我要堅定 親自離開天家 來到這個世界去找我和你 除了祂知道我們是迷失之外 還有為何祂要有這麼大的犧牲 來到這個世界呢 來到加拿大 我相信大家去過一間店 W字頭 我不想賣廣告 我經常看到這些照片 這些照片不是當中的帥哥 是甚麼 是missing 就是一些不見了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希望我認得通常都很難的 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大家來加拿大 可能都已經收過了 這是甚麼 安排警報 聽過沒有 就算你和你最愛的人在聊天 不好意思 突然間彈了 你立刻要解釋 不關我的事的 我不是切了你的線 我收了安排警告 沒得選擇的 為甚麼 這個安排警告 是和這個小妹妹有關的 1996年她在美國 被人捉了 殺了 很不幸 她家人覺得 不可以把女兒的犧牲就這樣浪費 希望可以祝福人 就是提 叫美國開始 叫加拿大 我們不如定一個警報 如果有小朋友 一失蹤了 立刻 不論甚麼人都好 都要收一個訊息 告訴所有人 有個小朋友 不見了 然後也用了她的名字 成為這個警報 迷失了的小朋友 是很令人心痛 很想找回 是不是 接下來可能有些 剛剛香港來的 可能你看過 我自己實際來說 真的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失姑》 有沒有人看過 有人看過 有沒有人聽過 沒有人聽過 這部電影是甚麼呢 2015年 我們舊社會 2015年 劉德華拍了一部電影 一個真人真事的電影 他拿著電單車 電影裡的主角 拿著電單車 在中國 不停地周圍去 為甚麼呢 因為在1997年 他自己的兒子 兩歲多的時候 被人拐帶 九十年代的時候 是比較多拐帶 他運過整條村 找過很久沒有 找不到 然後怎樣 那時候 未必可以靠政府 他就拿著自己的電單車 插著一幅旗 是他兒子的照片 不停地 穿舟過散 去周圍去找 找自己被拐帶的孩子 1997年 沒有了這個小孩 劉德華 2015年 拍這部電影 那時候仍未找回 他希望透過拍這部電影 讓更多人認識 希望幫忙 亦讓更多人知道 原來中國有些小孩 在90年代被拐帶的 究竟去了哪裡 拍完這部電影 仍然找不到 不知道 但是這部電影 或者和大家的分享 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加上這段經文 也是劉大卿所讀的 《我的肺虎是你所造的》 大衛寫出來 《我的肺虎是神你所造的》 《我在母覆中你已經覆避我》 《我要清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奇妙》 《这是我心知度的》 《我在暗中受造》 我們經常說 《神創造天地萬物》 《約翰福音》也提到 《萬物是值著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值著他造的》 我們讀得出 但是這個所謂被造的 我們的心態 究竟是那種工廠的老闆 就是按一按工作帶 不斷地扔一個工作東西 扔一個玩具出來 還是是父母帶一個小朋友來 這個世界的那種感受 有時候真的可能 真的很多時候 我們用了第一個觀念 好像一個很冷血的老闆 只是維利仕途的老闆 是的 他是創造了很多很漂亮的工具 玩具 就是按一個按鈕 很多這樣出來 你是創造的 不過你創造的東西出來 都為了你自己的益處而已 還是說 好像這段經文 你創造的時候 我們一切都在你的眼中 你的暗中是奇妙的 《二創下書》另一段經文 更加表達到神這種創造的心意 他說 婦人已能忘記他吃賴的嬰孩 不連率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說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你 神是沒錯創造我們 但他不是在工廠裡面按個按鈕 背了很多玩具出來的 那些冷血為利仕途的老闆 而是好像一個婦人 一個父母 帶她嬰孩來到這個世界 所以當我們剛才回答那個問題 神為什麼耶穌要親自來找迷失的人 不僅他知道我們迷途的羔羊 而是因為我們在心裡 是什麼 是極其寶貴 如果不寶貴的 他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 他這麼多手下 他自己找些手下來就可以了 是迷失可以找些手下去找的 有沒有想過我們在神的眼中 是多麼寶貴呢 以後下來我會分享大家一幅圖畫 希望我女兒不要介意 是沒有穿衣服的 大家不要緊要繼續錄影 不過是沒有穿衣服 希望她不介意 我沒有說謊 我真的沒有穿衣服 這幅圖畫是我女兒在媽媽的圖的時候 照第一次的超聲波 坦白說 那個護士說 這個頭和這個頸 其實我都分不到哪裡 但我看了第一眼 我就愛她 接著 如果大家在加拿大的 將來有些年輕人在加拿大 你太太進去坦房 你都會進去 你看著她的寶寶出生 那個寶寶出生的時候 如果從科學的角度來講 是滿身血的 但我告訴你 我很愛她 如果再次有人問我 你為什麼愛她 你認識了她多久 跟她有什麼關係 你跟她聊天嗎 有人會這樣問我 沒有人 每個人都說 是呀是呀應該的 你女兒來的 但翌日 你們的子女 帶個男朋友、女朋友回來 爹地、媽媽 我很愛這個男朋友、女朋友 是呀 你認識了她多久 一秒鐘 你即是說 不是吧 你認識了她多久 跟她聊過了沒有 你明白嗎 她人生的方向 你馬上問這些 是吧 但為什麼我們的子女 一出生 如果你又不會問我這些問題 如果我說我很喜歡她 很愛她 為什麼 就是那個關係 就算我認識了她 只是一秒 見到她 只是一秒 我愛就是全部 就算她身上 多麼所謂 血呀 骯髒呀 她叫我抱到 我懸疑婆 當然護士很專業 馬上擦乾淨她 但父母馬上抱著 是嗎 馬上抱著 一秒鐘 只是見到她一秒鐘 或者沒見過 樣子第一次見 其實都像一隻猴子 即是 不是那麼漂亮 但是 你會覺得很珍貴 所以剛才那段經文 大家都可以看到 神說 我創造你 未成形的體質 你的眼已經看見了 神來到這個世界 再說多次 沒錯我們是迷失 但是我們是很珍貴 珍貴是甚麼 因為她創造 好像父母創造 不是創造 就是帶個小朋友 來到這個世界 是很珍貴 所以我們是 在神的眼中 是非常寶貴 弟兄姐妹 過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不是單單 就這樣慶祝 耶穌基督的誕生 而是我們發覺 我們在神的眼中 是很寶貴 她來到這個世界裏面 去找我們 拯救我們 不單止眼中寶貴 剛才我講完經文 還有甚麼呢 很有意思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捨在拆尚了 今時今日 可能大家少些寫信 或者現在會寫email text 怎樣都好 任何的機會 就算你留個message 寫一些東西 當你寫一些東西 或者說個message 你腦海裏面 是在想著甚麼 你在想著對方 你在想著 他是誰 他在做甚麼 特別是你所珍重的人 你所愛的人 當你想起他的時候 當你想寫一件事 你心裏面 是想起這個人 現代社會 有說五個fine love language 其中要說出來 I love you 我愛你 但我來說 我覺得另一句 又是三個字 更加甜蜜 是甚麼呢 I miss you I miss you 是甚麼 我想起你 我想見到你 我很想念你 那種感覺 無論大家喜歡 I love you I miss you 也好 其實意思就是 你想起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 對你很重要 神說 不單止我眼中你是寶貴 而是他每 你整個生命 他都想著 想起 有時候我們 在不同的機會 去慶祝 有些人說 慶祝結婚五年 十年恭喜 十年恭喜 十五年 厲害 二十年 又這樣數數數 有些人七十年 厲害 其實代表甚麼呢 七十年 這對夫婦 心裏面 都只有 一個人 為甚麼我們跟他慶祝 因為我們知道 很難 心裏面想著一個人 不是跟一個人相處 那麼簡單 想起一個人 想了七十年八十年 或者九十年 有些人過百歲 現在真的可以的 結婚八十年 想著一個人 那麼長 你覺得 哇 很奇妙 所以 弟兄姊妹在這裏 你見到 當大衛說 我一生的歲月神 你已經寫下 即是說 我一生的歲月神 已經想了 但是 其實十七節 就說 神啊 你的意念 對我何等寶貴呢 所以 弟兄姊妹 當我們說 我們在神 的眼中寶貴 不單止眼中 還在他思念 思念當中 是寶貴 去到這裏 我想已經足夠的理由 神說 我會來這個世界找你 因為你這麼重要 慶祝聖誕聖誕節 不單止誕生 慶祝聖誕節 可以說 我們一個很愛我的人 是誕生在這個世界 要找我 除了這兩個 眼中 和意念當中 是很寶貴之外 還有 是約翰一書 大家 雖然不是剛才讀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 你看父子給我們 是何等的慈愛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我們也珍視他的兒女 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 是因未曾認識他 剛才說最後一句 世人不認識 這裡也提過 剛才很多時候 我們的社會主角 聖誕聖主角 聖誕老人 這個我自己 這個不是代表官方的 我自己女兒小時候 我很少帶她去 跟聖誕老人拍照 也很少帶她去看 聖誕老人巡遊 因為希望她小時候 第一個觀念 知道聖誕節 是跟耶穌基督有關 不代表她之後不會 明白了之後沒有問題 因為聖誕老人 或者聖Nikris 她都是因為本着神的愛 那種關心人的心意 她願意去幫助人 然後慢慢變成聖誕老人的傳說 她本意都是聖耶穌基督的愛 但怎樣也好 我女兒小時候 我都不會很刻意帶她 有聖誕老人去拍照 所以她的照片當中 沒有跟聖誕老人拍照 這個是我的 我的而已 不代表官方 但有些人會聽到 不是吧 這些規條性的 因為她不認識我們 因為她不認識我們相信的神 因為在我眼中聖誕節的主角 永遠都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來這個世界 為了我們 所以我的慶祝 主角是耶穌基督 我不想讓聖誕老人 變為那個主角 在我女兒的心裏面 這裏更加重要的 在我們的天父眼中 我們是她的兒女 兒女即是甚麼呢 是家中的寶貝 家中極其寶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 我有這個習慣 可能我太太也不知道 我女兒睡了之後 有時候我們都進去房間 看一看她 當然不會整醒她 看一看她 因為你在看你心中最寶貴的 一件禮物 為甚麼我這個習慣呢 是我媽媽給了我 或者引導我 我小時候有一天 我媽媽看著我 而且很近 我說為甚麼 後來明白 因為我媽媽有弱視 她不近看 她看不到我的樣子 她真的說我要看一看你 其實她看不到 有兩顆黑色的東西 她也想看 她看了 她弱視都想看 原來看你自己心目中最寶貴的東西 是一件很喜樂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天父 我們這麼寶貴 她不管這個世界去找 根本是不合理的 而她根本再是要親自來 是更加我們要感恩 她不托手其他人 不托手其他人去找 剛才跟大家分享這個 失姑的故事 你會看到 去到一段時間 終於都被她找到了 經過了24年 不是她拿著電單車找到 她是繼續駕著電單車 但最終找到 因為這個故事 令到中國的政府 開始留意這些被拐帶的兒童 開始做多一些的 DNA測試 終於去到2021年 找到這個兒童 不是她自己拿著單車找的 總之可能她捐血 輸血 諸如此類 這個DNA測試 就是她不見了小朋友其中一個 就告訴她 原來你是被拐帶 你的父母是叫做國光堂 那就是2021年 就回去見回父母 父母不要說你從此之後離開你的養父養母 因為她都說 寄望所有離開了被拐帶的小朋友 都在一個健康的家庭長大 因為中國某程度上 為什麼有拐帶 就是因為有些夫婦 沒有機會有小朋友 她用了一個錯誤的方法 拿了別人的子女 但是當自己的子女去養大 她說這個國光堂說 雖然是沒有了 但是她的兒子都成為別人 家庭裏面的一個祝福 當然她當然會回應 她沒有堅持她要回來 但是那一刻他們相聚的時候 父母非常之感動 哭得很久 我們都自然會明白 這種哭是一種喜悅的哭 感恩的哭 歡樂的哭 因為沒有見到自己的兒子二十多年 坦白說 她看到她 如果在街上撞倒不說 不認得了 不認得 可能擦身而過 也不知道 曾經 但是一看到她的時候 知道自己的兒子 無論她和她相處兩年 她沒有了二十四年 她好像兩年 她的愛就湧現出來 抱著她 不會計較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 沒有認識你 我認識你兩年半 現在這二十四年 你在做什麼 你的興趣是什麼 你喜歡做什麼 跟我好像沒有關係 不會這麼說的 對嗎 只要是子女 不見了多久 只要找回 就想到實一實 所以我們的天父 看到我們 迷失的人 他要親自下來找我們 是絕對絕對 是由利由利 是很想很想 是每一個人他都想找 是人拒絕而已 剛才我們有我們的弟兄 每一次的崇拜 我們都有幾首歌去唱 讚美神 我想如果 神也都想唱一首 祂唱一首歌 去表達 祂的心意 會不會是以下這首歌 不是這首歌 我再說這首歌 原來跳了 這個西方日書說出 神那種喜樂 必因你歡忍喜樂 默然愛你 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神說出這句說話 因為 可以大家想出 失散的子女 找得回 去回父母 神說我是很喜樂 為你 即是為每一個人喜樂 而這份愛 是永恆的愛 不是一世 是永恆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神會唱一首歌 去表達祂的感受 剛才我們唱了我們的感受 神如果唱一首歌 去表達祂的感受 是甚麼歌呢 這個 對的 我不敢唱 有原因的 除了我唱得不好之外 我讀給大家聽 有著你便有著我 真愛是永不死 穿過喜和悲 跨過生和死 有著我便有著你 千個萬個世紀 絕未離棄 愛是永恆當所愛是你 有沒有熟悉的感覺 有沒有熟悉的感覺 有沒有聽過的感覺 既然有劉德華 當然要說這個張學友 其實這首歌 大家為何會熟悉呢 張學友 其實你想想這首歌 其實是神的心意 其實因為作者 作詞作曲的人 都是信徒 二十幾三十年前 不可以隨隨便便 作一首福音歌 沒有人播的 但他就將神的心意 透過這首歌 一部分顯露出來 如果我再說 開始那段 大家會覺得 真是可能是 有始不有終 能受百樣痛 從沒有合約合同 但卻跨時空 這滔滔不惜的愛 我贈給利用 這一生和下世 有幾多寸奉送 如果不是永恆的主 哪有這份永恆的愛 如果只是說男女間的 只有講詞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這首歌 根本就是可以說 當時的作者 作詞作曲的人 是想表達神 眼中的我們 表達那種愛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最後 當我們去慶祝這個聖誕節 我們明白 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 但這個誕生 是跟我們有密切的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為從神的眼中 是要找回他失去了的子女 他找到的時候 他那種喜悅 就算我們不懂得去慶祝神 都說不要緊 他是很喜悅 如果未認識的朋友 我們希望你現在開始 這個聖誕節 是跟這個最愛你的人有關 他來到的世界 是找回 這個在他眼中 是非常寶貴的一個人 因為我們是迷失了 但是在他的眼中 在他的思念裏面 我們都是寶貴 今天離開之前 希望大家其實在大家的場案裏面 都有這三條的 我今天不用反思 不是反省 不是一些好像自己做錯的事情 要反省 只是讓大家去思想 想一想 什麼呢 我說 沒錯 聖誕節很多人普天同情 好像很開心 但是他們是否真的 在找一個神心中的理由 另一方面 我們自己去慶祝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理由 甚至我們真的可能 心情不太好 去慶祝聖誕節 不重要 神說 其實聖誕節 神不是很緊張 是否跟他慶祝那個生日 坦白說 如果他緊張 聖誕 耶穌出生 在哪年哪月 很清楚哪個時候 可以寫完聖經 他沒有 因為他的心意比 在哪一天 是否 神的心意 因為你們重要 所以當我們過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的心其實是不是有 如果沒有這份喜樂 沒有這份明白的時候 神說不要緊 其實是去到祂那裡 讓祂去為我們祷告 耶穌基督是為我們祷告的 不只是大兄姊妹為我們祷告的 是耶穌基督為我們祷告的 所以當這個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如果覺得不太明白 不知如何去慶祝 甚至乎 究竟有沒有這份喜樂 沒有的話不要緊 去到神 耶穌面前 為我們祷告 神還說可以的 因為我們是重要的 這麼重要的 他一定會為我們祷告 如果當我們真的去慶祝聖誕節 你會看到 我們要問問自己是為誰去慶祝 而這個慶祝 坦白說很不幸 有時在教會裡面 我們聽到 有些人去教會 準時一年兩次 聖誕節復活節 是很慶祝 但我說為何這個騙黑的慶祝 不能夠變成一個行狗的紀念 當然大家不是 希望當中不要 如果有的 神念吻 問問問自己可不可以作出更進一步 不要來教會兩次 多一點 投入一點 第三 我們剛才希望大家同意或者明白 聖誕節是為了我們每一個 在神心中寶貴的發生的 我們自己也有心中一些寶貴的人 我們願不願意跟他們分享 這個聖誕的意義 聖誕的信息 讓我們低頭禱告 天上阿爸父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 讓你的親生的獨生子 謙卑放在天上的榮耀 來到這個世界 去尋找我們每一個人 也讓我們知道 你尋找在你心中一些很寶貴的每一個人 神啊我們感謝你 可能我們在世界上 我們覺得自己不重要 在其他人不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 一切都不重要 因為在你眼中 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你思念當中 在你家中是重要 神太太求你真是幫助 讓我們從此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人生有一個負帶令我們 而且在你眼中是非常重要 我們感謝你 在這個聖誕節當中 讓我們好好地為你慶祝 也都為我們自己慶祝 因為我們能夠每一個同父一家團聚 神啊我們感謝你 我們這樣祷告奉我主耶穌基督之名而靠 阿们